又有新版本了 7月4號,抱歉,我不更新這麼快 所以新版本之後他會告訴你 不過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是免安裝版本 所以說你在那個 你如果在這邊直接更新,他會變成安裝版 你的繁體中文會不見 因為這個免安裝版我有多放我們正體中文的語氣進來 你如果是標準的安裝版只有簡體字 當然也可以用 也是可以用 好,你看一下,我就打開一個新的工程 就是新的檔案 您也可以把PowerPoint直接叫進來 這樣了解嗎? 這就有點像是什麼 我把PowerPoint當作我的教材 我來錄我的畫面,錄我的講解內容 這樣可不可以變成一個影片 也可以啊,對啊,這樣也是很單純對不對 這一種方式 第二個,我也可以用空白的 一個空白的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覺得 又有熟悉的這些數字跑出來了 是不是都是標準的影片大小 您從這邊看一下 假設我就這邊用這個 1280x720 那幾張投影片它叫換燈片啊 就把它按確定 第一次進來我會按一下這個 因為這樣會自動縮放 你看,有沒有 這樣 這樣會自動縮放 按右下角這個 這個是自動縮放 好 你看了這個之後 我先新增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的感覺 PowerPoint嘛 對 所以 如果你覺得這邊 因為要做影片 背景用黑色比較好 還是從這邊改成黑色比較有FU 對不對 那我可以從這裡 把我們的影片影片 插入影片 在注釋這裡 有一個影片 有沒有視頻 按一下 你就可以把你錄好的影片 拿進來這邊做剪接 有沒有進來了 在這邊 好 那 剪接 當然要搭配時間軸囉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面 這裡有沒有時間軸 就是時間軸 那 一般我會稍微縮放一下這個時間軸 我在這裡 這樣 那 你可以直接用切開的 什麼叫切開的 假設我講到這邊 講到這裡 可是後面有內容 我覺得不OK 你就把這個地方把它切開 這裡 分割換成片 有沒有變成兩段 所以上面就是前面那一段 後面就是後面那一段 這樣子 調整順序應該不用我講吧 有感覺的齁 那 如果你真的是某一段不要 你也可以搭配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前後有兩個 這就給你選範圍用的 這個有點像 如果老師用威力導演 就是那個概念 嘿 我今天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我就可以把這裡 有沒有一個刪除的動作 直接 我就把這一段把它刪掉 有沒有就剪掉了 那音量的部分一樣齁 就是可以像這樣簡單的玩一下 最後 好了之後 您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導出就是輸出 它的影片剪接功能 是完全免費的 因為這套軟體主要是做數位教材 如果您要用到後面這些功能 也都可以做 但是它會幫你在輸出的內容上 加上一個Logo而已 也就是它沒有適用的期限 但是你用到的是它非付費 就是付費功能 它就幫你加一個Logo在上面 但是還是可以用 那我們用視頻 就是視訊的部分是免費的 所以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輸出的格式就是MP4 那就看你影片要放哪裡 就按確定 這樣就輸出去了 也就是把我們的PowerPoint 好像PowerPoint一樣 你把用這個來決定什麼 影片的順序 最後做好一段影片輸出這樣子 這個是簡單稍微 比較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 比較不好意思 但是你可以知道說 有這樣的軟體其實用來做剪接 其實也蠻方便的 OK 那請問大家 對我們今天整體上的這樣上課內容 有沒有問題 我應該還蠻認真講的嘛 OK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